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就报我的名字 经典台词一出粉丝们尖叫连连 不光如此还要重现当年1995年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你不是我的自尊宝 你说的那个自尊宝是哪个 你凭什么觉得我就是自尊宝呢 我闻那个自尊宝是讲广东话的 不只换上紫霞仙子西服 就连招牌道具紫青宝剑月光宝盒 一样少不了 节目把电影画面跟戏剧重现 穿插交错剪辑 尽管已经过了22年 朱英跟当年的紫霞仙子几乎完全一样 动灵程度令人惊艳 时空穿越的梗丝毫没有违和感 重现经典更让粉丝好惊艳 体育BS新闻沉入环神景 听不懂 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时神》 曾经狠狠打枪过一位炒王 痛批对方说 你炒饭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可是事实上这位炒王 可是香港真真正正的时神 他的炒饭一份要3000块钱 近年68岁的戴隆 平常就喜欢演戏随去客串 传出了澳门独王曾经为了吃一口 他亲手炒的特制炒饭 花的代价是相当于台币 两万块钱 经典港片周星驰主演的《时神》 当时为了巩固地位 不断打枪来自各地的美食高手 尤其是这一位 可惜准分太多 饭力太软影响口感 没想到你连炒饭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要用隔夜饭来炒啊 炒王 超非公的炒饭看似平凡却有着大学问 不过还是被周星驰狠狠打枪 感觉像是失败者 不过这位厨师名叫戴隆 在香港可是真真正正的时神 第二轮落味是悲喜来的 一定要在边上落 让它陈山那种香味出来 最招牌的旧式炒饭 传出澳门独王曾经为了吃一口戴隆 亲手炒的特制炒饭就花了5000港币相当于台币2万块 就算是平常的炒饭一份也要价将近台币3000元 两个年代我们干厨房真的很辛苦的 一天要工作156个小时 这小酸是经过很苦的 今年68岁的戴隆已经在美食界闯荡55年 曾经是新马泰国日本台湾香港和印尼等地五星级饭店的总厨 也是四大名厨之一 曾当过法国兰代美食秘书长 马迪利烹饪大使优异执行奖等等 创意也不少 而最令台湾观众印象深刻的 但是杀尿牛丸怎么杀尿啊 你把它整个放进嘴里 这杀尿牛丸就是戴隆的点子 还有这黯然销盆饭 如果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呢 电影中经典的菜色 原型就是出自食神戴隆之手 因为爱演戏所以去嘎一脚 真食神变假食神 不得不佩服周星驰的创意 真是想不到 TBBS用装配文郑翔台北报道 而黄丽星有新的电影作品绑架者 这是他第四度跟导演女友徐靖来合作 女主角是白百合演一个重案组的原警 女儿被绑架 而黄丽星饰演的嫌疑人 却因为车祸失去了记忆 导演说警匪动作片不应该是男性导演专友的 所以这片中包括了武打动作 枪战场景样样不马虎 对演员的要求 非常严苛 白百合饰演女警察 因为女儿被绑架 开始追查嫌犯 而黄丽星则是失忆绑废 黄丽星为戏苦练 拳脚功夫包括禁剧组前得花四个礼拜健身 而黄丽星因为有舞蹈底子 动作导演一点就通 基本上动作导演跟他说一遍 他就完全知道导演在要什么 尽管不是武打演员 但黄丽星动作戏超惊险 而且完全不马虎 跟女友导演徐静磊已经是四度合作 其实动作警匪片像来是港片的天下 难得有大陆片也来挑战 像是刘德华的解救吴先生 也是改编真实事件的警匪片 但这一次绑架者规格再升级 不止大场面动作戏也多 大陆电影卯足权力 就是不让港片转美于钱 TBS新闻陈如欢声进行头道 因为韩剧太阳的后裔 南韩军队的形象大幅提升 就传出了国防部也预计 今年93军任节前后如法炮制 也要推自制的国军偶像剧 目前规划是16级 预算编列1200多万 希望能够提升木兵的成效 而网路上大家开始讨论了 虽然男女主角不知道是谁 大家都蛮希望 金城武或林志颖可以来当主角 但也有人说干脆找乡土剧导演来拍 可能好看一点 由知名韩行宋仲基和宋慧桥 所演出的韩剧《太阳的后裔》 这段描述南韩军人和医生的浪漫故事 因为大幅提升南韩军队形象 现在我方国防部也有意仿效 开拍类似连续剧 预计今年93军人节前后上映 目前规划16级 预算约1280万 盼能提升国军形象 就是还蛮新奇的 但是又要掉自己的风格 不要走那种 就是已经还好的剧本 《太阳后裔》 比较后来比较偏爱情类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可能会偏比较 还是这种比较国家类的事情 只是国防部和电视台 合作拍摄欧丧剧也并非第一回 建国百年时就曾拍过勇士们 因为演员得临负面争议 男主角还得当过兵 选角一度难缠 改编自小说《决战714》 勇士们描述的是军人 忠勇爱国慷慨复难的精神 只是当年这部20集的连续剧 耗资3000多万 不过收视率却只有0.43 也因此时隔6年 国军要再拍偶像剧 国防立委不看好 9月份要播出旧者知识 他们还没有剧本 就一些脚本或者一些概念都没有 国军形象剧 怎么拍男女主者又要找谁 国防部说就等德彪公司提出剧本 但也判外界别人拿韩剧太阳的后裔做比较 想要增加募兵成效 并宣传国防自主政策 国防部频频出招 最后判夺管旗下能扭转国人 对国军的刻板印象 TV片新闻 引登串柔 台报道 而今天呢 立刻出现了网友 Kuso合成的这一张 怎么宋仲基变成了 国防部长冯世宽了呢 原来是一位立委拿来质询的时候 部长的回答 让全场哄堂大笑 来听他到底说了什么 杂伯你看起来 有没有比你当脸还要帅 帅啦 还是差一点 你看 我就喜欢你这种部长 全中华民国的政务官 你这个洪世宽 这个受到国人喜爱 有一些争议的言论 屹立而不搖 不是没有道理的啦 你干脆你弄年轻一点 你自己去当男主角就好了 那国家痛失阴才 而我们回顾台湾军教片的历史 从1987年第一集报告班长之后 其实后来的这些续集 票房跟口碑就慢慢走下坡了 直到1995年 吴奇隆 金城武等四小天王主演的号角响起 因为太过写实揭开了军中黑暗面 所以国防部从本来全力支援 到后面不太力挺 而这一次又要自制偶像剧了 收视率真的有待观察 经典军教片报告班长 在1987年推出描述新讯中心的故事 拓中华饰演铁血执行班长一脚 李新闻 杨庆华饰演菜鸟士兵 都因为电影大受欢迎一炮而红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经典台词随便抓都一箩筐 笑 还笑 牙齿白是不是 告诉你们 不要看我黑的了 我的心更黑啊 报告班长系列从1987年拍到2000年 一拍就是六集 除了捧红班长陀宗华 李新闻 当时还流行用偶像小声演出 巩固基本票房 报告班长 是我的钢盔 尺寸不合 刚快还有尺寸 这样你就流汗了 除了报告班长系列以外 至少还有九部相关的军教电影 其中1995年由朱颜平指导的号奖响起 招来当时如日中天的四小天王 吴奇隆 金城武 林志颖和苏永鹏一同朱燕 日间仍被许多粉丝成为经典 以兵 李大为报道 有志钦哦 你背后有军中报告四个字吧 没有 下一个 报告 以兵 张志祥报道 民间队长是什么 陆星亚考试 除了有偶像单纲演出吸引目光 号角响起一片 也因为点出许多军中的黑啊面 让一向支持拍片宣扬军中 政战教育的国防部 起得跳跤 大兵 大兵不能说实话了 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 要让我们来特决队 也不都给我们一点时间 要让我们什么都会 班长有什么了不起 我小女士啊 你当过班长啊 免贴定了 新兵日记以偶像剧形式播出 意外炒热了礼拜五的十点党时段 也捧红剧中的牌长姚元昊 美女士官长刘湘词 还有号角响起 像现在夏天 我们在操场上 在那边刺枪啊 在那边打树一二一二 真的是感觉非常的热 沉浸风云一时的军教片 在2010年再度回温 甚至红到新加坡 也拍起了新兵正传 在当地创下616万新币的高票榜 TVBS新闻 负名全流一贤 快乐报道 彭家会再次站上了大陆歌唱节目 歌手的舞台 为了像自己的偶像 也是参赛者之一的林逸玲之境 选唱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可是一唱完 到了后台 彭家会就哭了 她不断地向林逸玲道歉说 自己没唱好 再次站上大陆歌唱节目 歌手的舞台 彭家会展现铁肺好歌喉 不会上完 到了后台休息室 彭家会不止流泪 还不断地向原唱 也是偶像的林逸玲道歉 对不起我没有唱 没有 真的我太紧张了 不要这样说 觉得自己唱不好 但也有粉丝替彭家会感到可惜 因为这首林逸玲的经典歌曲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生不开起的门 原唱风格温柔婉约 但彭家会的铁肺似乎少了那么点味道 最后只获得第七名无缘继续比赛 但能在偶像面前唱歌 彭家会也说圆了心愿 同样致敬的 林一连曾和偶像王妃一起合唱过的经典歌曲 在歌手的舞台上再次致敬而肖敬腾领军的狮子合唱团 一首爱不爱我让全场嗨翻 不过被称为雨神的老肖 却有不少长沙的粉丝开玩笑 希望他赶快被淘汰 雨才不会一直下不停 而铁肺歌手李嘉伟在南京举办了演唱会 一开场是清唱了成名曲吸引全场的观众 特别吸睛的焦点是 他穿着16公分高的高跟鞋 唱唱跳跳 铁肥歌后一出场就用歌声和气势 让南京的歌迷感受到 李嘉伟的超强歌唱实力 出场前他还用清唱的方式献唱成名曲 就是李嘉伟布置很会唱高音域的情歌 情怀的作曲也难不倒他 还踩着16公分高的高跟鞋又唱又跳 露出船子腹肌 李嘉伟展现好身材 除了唱自己的歌 就连天王的经典好歌 也都能改编成组曲 让歌迷当晚都沉浸在 李嘉伟的听觉饗宴当中 终于听见下雨人声音 于是温适的被尝试 被动我吹不过吧 我终于让我憨怕 寂寞口几岁口的音话的构军吗 预编心这么棒 而说翻唱我们来看网路红人 这群人又有破百万点月的新花轴了 他们把流行的西洋情歌 全部改编成中文版 甚至台语歌 包括了装法场景 都模仿得非常的像 还说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的改编翻唱 而网路红人诱人也是模仿 模仿了克里斯丁 人气很高 从台语情歌一直到国语流行曲风 这群人又有新翻唱 而且歌曲实在好耳熟 因为通通都是西洋流行情歌 把歌词翻成中文 有的还是用台语来呈现 本土味十足 却又不失国际感 影片短短po出一天 就吸引破一百一十五万人次点阅 服装跟服装头发 也有很花时间的部分 也有难度的调整 其实这已经是网路红人 这群人第二次这样翻唱 上次成绩也很亮眼 半年累积九百四十二万人次点阅 这回规模再提高 花费三个月前置拍摄四天 之后就开始有做系列的推出 就像这一次的主题是 主动于情歌 那下一次是主动于什么 我们之后会开始做分类 陈吉亮也还准备推出一系列 而像这样改编翻唱的 还有网路红人诱人 播放克里斯丁抄袭像 短时间内就吸引二十二万人次点阅 不过这夕阳混搭台湾味也意外成为 网路世代的点阅新宠儿 TVB的声音徐坤山 郑影翔台北报道 而上次看到的是美女与野兽 原开热马出现在大马路上 但大家怎么看你主角贝尔 都有点怪怪的 电影美女与野兽真的是话题不断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詹姆斯·柯登都找来了原班人马 就在斑马线上拍CUSO版本 詹姆斯是更换上了女装 反串贝尔 视野野兽的 丹斯蒂文斯跟反串贝尔上演吻戏 而且两个人真的把马路当舞台 所有经过的驾驶都看傻了 红灯一亮一群人冲上斑马线 载歌载舞 美女野兽真人版街头上演 不过这个女主角贝尔竟然大崩坏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詹姆斯·高登 换上女装反串贝尔 带着电影中的原班人马 把斑马线当舞台又唱又跳 还找来男主角丹史蒂文斯 以及努克·伊凡斯加入演出阵容 把停车场当排练场 只是野兽似乎变小猫 最后这场戏更是经典 詹姆斯换上黄洋装 要跟野兽来段吻戏 一群人似乎是玩疯了 明明都已经红灯变绿灯 詹姆斯坚持要在车阵中 羡慕笑翻全场 美女野兽真人版 在台湾和香港上映 都登上芯片冠军 美国首周末预售 也有上千场客满 经典动画改编成电影 红遍全球 好口碑也持续替票房加持 TUBS新闻 王沐华申请要知道 让很多驾驶都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一台国产车开到里程数 破百万公里 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来看 这网络上大家热烈在讨论 因为这一名驾驶 太厉害了吧 他驾驶了22年的国产车 里程数竟然破100万公里 大家想这怎么可能呢 这车子怎么能够撑这么久 还维持好的状态呢 车主透露 除了定期的检修之外 包括了保养轮胎 都提前更换 确保安全 而保养厂说 通常10年以上的老车 缩短到5000公里 就必须进场保养 这是比较安全的 而这次的车主呢 因为常常南北两地跑 所以他自己也很注意保养之道 雇车雇得蛮好 100万不是我刻意去追求的 就是不知不觉 太大人了 因为去过最多的地方 就是我的故乡美容 讲到宝贝爱车多年来 陪着自己南珍北套 不知不觉 一辆车已经开了超过22年 父亲有这台车 其实超过了22年 那从国中开始 这个车就在我的生活当中 就连车主的儿子 提到爸爸的老车 充满儿时回忆 但其实以一般开车的驾驶来看 一辆国产车里程数能突破100万 最重要的还是得靠保养 检查胎文后准备换上新轮胎 老车和新车最大不同 得特别着重保养 以5年以下的新车 如果是营业用 平均每2到3个月 里程数达1万公里 进场检修 一般自驾大约一年保养一次 但换成10年以上的老车 风险相对较高 里程数缩短到5000公里 就该保养 机油 边速箱油 刹车油 动力油这些 那跟其他的一些可能 外部就是可能皮带啊 底盘零件 因为底盘零件相对于说 在我们的一些行驶过程中 它的魔耗会比较大 专家指出要照顾老车 除了定期保养 也要注意底盘检查 通过修车厂检测 零件耗材也不能省 毕竟车子开久了 有感情 不少人舍不得换 但老车整体来说 存在的部分风险 车主留意保养细节 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去变新闻许国横 王百英台北资访报导 而变形金刚系列电影 已经拍到第5集了 导演麦可贝特别 先释放出了一段 将近一分钟的画面 大家先读为快 我们再来 你把你的心里 你不是跟我去哪里 你跟着我 我要留意 我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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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真正好 是这好 可以做一个小孩 小小小小的 你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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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